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了解他们的心声 病人通常在接受药物治疗之外 总希望时时都有亲友来探望 精神病人也不例外 他们都需要别人的探访和关怀 不过本港有部分的精神病人 长时期都没人探访过 他们可以说差不多跟外界隔绝了 本港有一班热心的志愿人士 认识到精神病人这个问题之后 负起了义务 定期地抽空跟他们见面交谈 让他们对外界有回一份了解 何慧娟和杨栋梁 都是医院志愿探访小组的成员 我自己参观青山医院 发觉在医院里面有些病人 被人违望了 或者没有家人探访他 没有朋友探访他 我自己就希望可以帮他们 比如说你来探访病人 你有没有希望帮助到他们的病情 会有改善吗 我想帮助病情说起来很容易 但是做起来就比较难一点 但是我来的目的 就是想着可以和他们多些聊天 就给他们一个机会 比如对外面的人 他可以多些机会 将他们的感情或者想说话 这么说 医院自然探访小组 是由香港心理卫生会 和一群医学界的人士创立 到现时已经有13年了 当初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构师 就组织一个这样的探访小组呢 当初我们这些构师 差不多是1968年的时候 我们的会议员就觉得 如果真诚病人住在医院 住得太久 因为这个病有时 如果维持得太久 慢慢那些亲友 就会慢慢缩软他们 他们自己都慢慢觉得 自己都好像没有什么 跟社会脱了节 自己都产生那些冷淡的 对社会冷淡的态度 对社会冷淡的态度 这些态度呢 就对他自己空服的过程 就不太好 所以我们希望 当初就希望 如果这些病人呢 可以过一些比较正常的 基本上是会选定服务的对象 使得互相之间建立友谊 疫情令到医院探访受限制 早前中秋节 葵冲医院有约50位的员工 自发制作500个健康月饼 派发给住院的精神病人 希望令他们感受到其他人的关心 在暂停探访期间 为院友带来温暖和支持 对精神病人来说 探访者的关怀 有助消除他们和外界的隔壳 提回上世纪80年代 有热心义工 定期探访精神病人的情况 志愿探访小组计划 初时只是为青山医院的女病人服务 我现在住了十几年 十几年 你有没有亲人的 有 有什么亲人 不是子女和乾妈 那他们有没有来探计你 没有 为什么他们不来探计你 因为我的孩子又不来 第二方面我乾妈年纪大 比如说有些资源人士来探计你 你都不认识他的 他们来探计你 你们欢不欢迎 欢迎 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他们来探计你 因为我欢迎探计我 一方面可以说说外面的事情 可以知道外面的情况 还有知道我们在医院 带我们来看喜欢什么 给你们买的东西 我们吃买的东西 买的东西我们利用一下 为什么喜欢人家来说 他来就要买医院的东西 他来就要买医院的东西 我就吃到医院的饭都已经染上了 因为买医院的饭都已经染上了 因为买医院的饭都已经染上了 我就不用吃医院的饭 哦 就是他们如果来探计你 买一些东西给你吃 你就不用吃医院的饭 医院的饭你吃到医院的饭吗 嗯 哦 比如说如果人家来探计你 那你跟他们谈些什么 他问我需要什么 只要问我 哦 问你需要什么 你说没有 医院已经有给了 医院有给了 对 目前服务范围就扩大到男病人 除了在青山医院之外 荔枝角医院和葵聪医院 也有这一项服务 从医学的观点来看 这个探访计划 实际上有没有一些医学的价值在呢 对于这个病情本身来说 那个影响就不会太大 但是对于病人的心理那方面 就肯定有良好的作用 那个病人有人探计他 将外界的事物说多点给他听 那么他觉得开心点 觉得别人关怀他 觉得他和社会没有那么脱节 你们怎样去选择一些病人 适合接受探访 通常我们选择一些 就是病情已经受到控制了 他们住院也住了相当日子 而且在短期之内 因为其他各种的因素 譬如他们没有人照顾等等的因素 短期之内他们都不会出院的了 那么我们就通常是选择这一类的病人 现时本港适合接受探访的病人 起码有三百多人 比如社会人士他有兴趣参加这个计划的 需要具备些什么资格才可以参加呢 资格很简单 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十八岁以上 但是以后其他的条件 最主要就是我们要看看他是不是代人处事 就很成熟 对病人的服务是否很诚心 很有责任感 如果有这些呢 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取落他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